大家平安 很高兴有机会能够在一起祷告 那我感谢主 就是因为他的恩典跟怜悯 让我能够开始这个频道 我在其中一个影片有讲过 不过那是英文版的 基本上呢 我回头想也觉得上帝也很奇妙 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今年的5月11号 2022年5月11号 我开始这个频道 那是去年 我祷告问上帝要我做什么 今年要我做什么 或者是说他对我生命的 就是 大方向的一个计划 然后来知道说他要我做YouTuber 对我来讲是蛮惊讶的 但是 也觉得非常的奇妙 当然 那 但是到底要怎么样做这个频道 要 怎么样呈现 要做一些什么 其实一刚开始真的什么都搞不清楚 然后呢 就是一边求问上帝要怎么样做 这样子 那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呢 也觉得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蛮有意思的 因为 刚开始我只是知道要做频道 但是怎么样做我不清楚 然后呢 当然也会想说 是不是像一般人这样子 就是讲道啊 分享啊 但是又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子 那甚至后来我也想说 哦 但我很清楚一定跟歌唱有关系 因为我知道歌唱 敬拜 这一直是上帝从年轻的时候 给我的一个服饰的主要方向 但是说真的在心里面呢 又会有自己的一些限制吧 就是会觉得说 啊 可是我也没有什么样的专业的音乐背景 只是一个喜欢敬拜的人 那 好像也觉得自己做不出一些什么所谓专业的东西 那 又隐约觉得说 只是觉得好像不是 那个不是上帝要我走的一个方向 就是隐约有这种感觉 但是 好 那既然如果不是 不是像一般人这样做的 那要怎么做呢 又觉得 对哦 那如果不这样做 能够怎么做呢 那后来呢 人总是会有一些 就是会受限于自己的 各方面的条件能力等等 然后 就人会很习惯的 我觉得啦 就是会走自己觉得 容易跟有安全感的方向 至少对我个人是非常明显 我觉得我会很容易这样子 总是觉得要找一个 最安全稳妥的方式 来做事情 那 anyway 那 但是呢 就也蛮妙的 我觉得这个频道的最起源 我今天突然想要有一点的回顾 就是想到说 嗯 那时候就想说 就是应该这么讲 就是有一天呢 我就有一个 已经知道我要做YouTuber了 但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做 那某一天呢 我在洗澡的时候 我就觉得圣灵很强烈的感动我 叫我要去为某一个姐妹祷告 要为她带祷 因为那个姐妹呢 她身上有各式各样 让人觉得 就是医生也是觉得没有办法的病痛 然后呢 嗯 就叫我要去为那个人祷告 就是在line里面录音 为她祷告 那事实上当时呢 我跟那个姐妹并没有非常的熟 所以我会有点排斥 有点抗拒 因为我会觉得 觉得说 我这样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有点莫名其妙 怎么突然间跟她不熟 然后打电话 觉得要为她祷告这样子 所以我就犹豫了 应该说在洗澡前 我就有这个感动 但是我就犹豫不决 可是当我在洗澡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吹冰呢 越来越强烈 就是叫我说 你就是要去为她祷告 然后而且甚至叫我说 你要唱一首歌 你要用唱歌的方式为她祷告 然后我觉得跟她不熟去为她祷告 我已经觉得对我来讲要跨出去了 结果还叫我要用唱歌的方式为她祷告 我这心里就觉得更挣扎了 可是呢洗完澡之后 我真的是觉得那个圣灵的催逼非常的强烈 让我觉得我不得 我一定要顺服 我真的知道我不能够这样子的 圣灵那么清楚的催逼我 我却不去做这件事 虽然我真的整个脑子没有办法明白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但不管怎么样 反正我就顺服了 然后我就在LINE里面录音 给那个姐妹 然后用唱歌的方式为她祷告 然后这个唱歌的方式 有里面很多就是一个方言的祷告 那当然我也解释给她听 让她知道说 为什么我这样子 为什么我要为她带导 然后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为她带导 我就都有跟她说明 那这是一个跨出去的开始 那后来 就也感谢主吧 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 后来那个姐妹 至少她一个回馈是说 她感觉到上帝非常爱她 因为那个时候当时的她 正是在想说 上帝啊 你可以让我知道你很爱我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心境 这样子 然后她就觉得 上帝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她感受到说 上帝好像在回应她的祷告 然后向她证明她的爱 这样子 向她显明她的爱 那我就觉得 哇 感谢主 我也没想到 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回应了她 这样子跟上帝的一个呼求 那 后来 就也陆续有祷告 该怎么做这频道 但是也有因为 个人的一些事物繁忙的关系呢 我似乎就把 要做频道这件事情呢 就 一直耽搁 一直应该说 就卡着 放着 就没有再继续的去求问 这样 然后 怎么讲 就是 停停 想想 停停 想想 大概是这样 那个停的实在是因为 太多事情要忙 然后就很自然就 先放着 一直到今年呢 就是 年初的时候 又觉得 有一些提醒 觉得说 哇 我已经 等了一年了 都毫无 动作 可能偶尔 去年 偶尔 有过动作 可能想说 什么 这频道 取什么名字啊 然后 logo啊 那时候有做好 然后呢 之后就又停摆了 一直到今年年初 也是因为一次 大家的聚餐呢 我又被提醒了 这件事情 然后就觉得 啊 不行不行 我要开始 然后 但是也不是一个 很明确的方向 然后就 就在那当中呢 正在思考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某年某月 就是今年的某天啊 我就 在那边桌子啊 就在那边打啊打啊 就在那边 一边唱诗歌啊 祷告啊 放眼祷告 然后就手就在那边拍啊 敲桌子 然后敲一敲之后 我就觉得 嗯 还蛮有那个feel的 好像 就是 变成我的桌子 是我的鼓 这种感觉 那天祷告完之后呢 我就觉得 诶 这样的感觉 蛮好的 这是自己的祷告 我就觉得说 我自己在 蛮 蛮融入其中 然后也觉得 那样的祷告 非常的释放 这样 然后后来 我忘记就那天了之后 就某天 就有一个意念说 你就要用这样的方式 录你的频道 我就想说 蛤 蛤 怎么会呢 怎么会叫我去打桌子 录频道呢 因为原本我也有思考过说 呃 是不是我能够弹琴 因为我本身也会自弹自唱 那我就想说 那可能我就自弹自唱 然后边为人带导 边敬拜之类的 但是竟然 圣灵告诉我说 不是 先 他是跟我讲 先不是这样 就是告诉我要 要打桌子 然后我在打桌子 这样子的祷告跟敬拜当中呢 就他 就是告诉我 那节经文 就是说 他教导我的手能够征战 甚至我的手能够拉同工 我是觉得 哇 好像蛮有 印证的 就是我觉得在打桌子的时候 好像是一个征战 那因为我原本就知道 一定是 这个频道一定是取名叫乐歌 那乐歌其实在英文的意思是 Songs of Deliverance 那如果直接翻译的话 就是释放之歌 结果我后来再更细的去查 原来他的原文 这个释放之歌呢 的原文呢 竟然就是指战歌 哇 那时候我一看到 我说哇 难怪 我都觉得 好像我在打那个桌子的时候 自己都觉得 好像在出征的那种感觉 我才明白 这整个就串在一起 为什么上帝叫我 打桌子 然后 而且就是 当然现在已经 做频道 一段时间了 我就 因为我其实呢 都没有什么所谓的 彩不彩排 完全就是好 现在要录音了 可能我至少会想一下说 今天要讲什么主题 或者为哪些方面来带导 这个是会先想到 但是知道之后 稍微规划一下 就直接录了 我基本上就是这样 所以到底 我等一下会怎么样祷告 然后要怎么样唱 是完全没有所谓彩排的 然后都是 几乎都是一镜到底 这样子的去录 那但是 在 过去这一段时间呢 我这样子 其实我自己常录啊 我都觉得 哇 感谢圣灵的带领 我真的是就把他当作 好像 在带一场 聚会 带大家一起带导 或者敬拜这样子 就并不是真的 在录一个什么节目 那我就是相信说 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呢 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 当我们来敬拜他 上帝是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的 所以我是用这样的心 这样的一个想法在录这个节目 那我也发现 当我这样子去做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都 我自己 不管我在当中祷告或敬拜 我自己都常常被圣灵大大的触摸 医治释放 然后我感受到圣灵高模我 然后我感受到圣灵带领 就是一种 对我个人来讲也是一个提升 就是我在学习怎么跟随圣灵的感动来服侍 不是凭借我自己的经验 或者想法 那我分享这些呢 真的只是想要感谢上帝 那也深深的感受到说 真的上帝的道路 非同我们的道路 英文就是他的 Ways 他的方式 非同我们的方式 特别我在 刚好我说我前面都 因为忙很多自己需要忙的事情 就拖了蛮久 然后一直到 知道说 不是弹琴 竟然是打桌子 也不是打鼓 竟然是打桌子 也觉得 在人看都是觉得有点怪 但是我清楚知道 这就是上帝要我做的方式 所以我也顺服了 那顺服之后 我就觉得 好像就是这样子 在一步 一步的跟随当中 我就越来越清楚 反正就照着做就对了 所以 这个是 我也感谢主 因为我相信 每一个跟随圣灵的人呢 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 都一定会有这个阶段 就是这也是一种信心的跟随 很多不是你认为的 你习惯的 那时候你去做真的需要 需要有信心 就要放下自己 那我就很感谢主 真的在做这频道的过程 我的 我就是这种感 感受啦 然后就是去做 就这样子 那我想 这跟随圣灵本来就是这样嘛 看见他所做的 我们就去做 那所有的结果 我们知道这都是上帝去负责的 我只是负责跟随 那 说到前面 我说一直到年初也没什么动作 然后一直到五月的时候 因为台湾的疫情就突然间烧起来 那时候就很强烈的催逼说 你要赶快开始你的频道啊 哇 那时候真的就有一个很急迫 就好像觉得 像圣经上那个 有没有 亚伦 他们那时候就是在瘟疫当中 就觉得自己要赶快站在死人跟活人之间 做一个带导 就是有这种急迫性 那我相信这也是上帝所预备的一个时候 我的意思是说 叫我在这世界的时候 开始这个频道 那 所以就 感谢主就这样子开始了 那 不管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上帝会继续的 透过这个频道做什么事情 那这也不是我该去想的 但是我 至少现阶段 我是非常清楚 就是以我现在这样的方式来做这个频道 那我也很感谢主 因为我也是有点年纪的人 就是所谓的数位白痴的时代 所以呢 其实对这些怎么弄这些东西 我真的是不会啊 也不懂 那但是非常感谢主 就是上帝赐给我这个 我的女儿呢 对这方面有点研究 所以呢 这些什么特效啊 这些什么特效啊 怎么呈现啊 怎么做啊 都是他一刚开始的时候帮我弄的 所以真的是也要感谢上帝给我这个非常棒的 随时在我身边的这个小编 助手 那经过他的指导之后呢 现在我自己也会了 所以我就自己弄 但是就非常感谢主 能够在这个 我自认觉得资源非常的缺乏 能力也非常的不足 各方面都不知所措 但是却看到上帝其实是有预备的 好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感恩 那 这个分享呢 也是 想要 告诉我们当中 您可能不小心 或者别人传给你 进入这个频道的 我要分享的是说 上帝真的是奇妙的 那我相信上帝 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生命的计划 或者我应该说 我觉得上帝对我们生命的计划 也不见得是说 好像都一定是最终的一个角色 就像我 我觉得我现在做个YouTuber 是不是 我穷其一生的预备 只是为了做个YouTuber呢 或许是 但是也不 我应该这么讲 我觉得上帝对我们全人的预备 是有阶段性的 而这每一个阶段呢 他 都有一个 大方向的一个预备 就像我自己回头看 我已经算一算 没过多久 也快六十了 再几年 那我就觉得 好像 回想自己这样子 从年幼一直到这个年纪 竟然会是在这个年纪的时候 才跨出来当一个YouTuber 或许 这些在我以前都万万没有想过的 但是呢 整个回首 一看 似乎在过去 我没有办法想到 竟然我最后 做的是这类的服饰 虽然以前也有在教会里面 也有过不同的服饰 可是 我发现每一个阶段 他都在预备我 让我能够 在这个阶段 来做 这样的一个 频道 包括语言上的预备 然后 包括很多的经验 等等 就是 当时 有时候会觉得 某些时候是一种 被环境逼出来 不得不去做一些 突破 我觉得在过去 有很多时候 我是这样子 好像被 譬如说 自弹自唱啊 其实呢 我也是 有点年纪以后 才开始学弹琴 那为什么学弹琴 也是不得已 就是 因为实在找不到人 帮忙 只好自己来 有点这种状况 那 但是呢 也因为这样子 不知不觉就 就练了这样的一个 自弹自唱的 能力 那我就觉得 说 其实 我在回顾的是说 其实我们人看的 非常的有限 可能 我们甚至 我们有些 所谓上帝 在做的一些预备 预备我们这个人 不管是我们的个性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经历 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资源 各方各面的预备的时候 在那个预备的过程 其实我们当时的我们 真的是看不清 为什么要经历那一些的过程 甚至那些过程常常给我们的是 大部分是压力 是痛苦 可是 它却是一个累积 就是在 而且是一个方向 它在预备我们 走向 它要我们 去的方向 我发现圣经里面 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例如像摩西 它呢 在 皇宫里面 有 先有预备 是吗 那 那时的个性 也是年少 邪气 方刚的 看起来像是因为犯了一些错 不得不离开 皇宫 然后 某个层面 好像就这样逃到了 旷野 从一个王子 贵为王子的身份 变成一个 吉吉无名的牧羊人 到他后来再重新 被上帝呼召出来 要回到埃及去 带领以色列人 离开那里 去敬拜上帝 这 我们可能在圣经里面 只是几页的一些故事 几页就可以读完的故事 对他来讲 却是半辈子的预备 对于摩西 其实我非常有感 因为我自己也会觉得我是半辈子的预备 因为我已经年过半百了 但是我也非常感谢主 如果没有过去的种种 我觉得可能是很痛苦的一些经验 因为我也曾经觉得自己 不敢说是一个公主 但是也曾经觉得 好像是很顺遂过 然后到非常的不顺遂 等等 然后再重新再走出来服事 我都觉得这整个过程 我只能说 上帝总是有他奇妙的工作 当然我相信这有些是上帝的预备 有些也有我自己的担言 这是我个人觉得 但不管怎么样 或许是上帝的带领 也有可能是自己的担言 不管如何 我要强调的是 当我们愿意再回到主的面前 真的是 去 把自己的心 全心全意的归向他 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们没有全心全意的归向他 可能我们会像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 绕行旷野一样 也许真的就到了40年 年日脱长 却还仍然倒闭在那里 所以并不是说 我不认为我们每一个的绕旷野 都一定是上帝的心意 其实我不认为 还是有自己的选择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当我们愿意不再绕旷野 全心全意归向神的时候 都是我们能够进入迦南美帝之时 因为神的心意并不是要他们绕这么久啊 那圣经也有告诉我们说 这些他们在旷野的时候 这些的熬炼 圣经说什么 要熬炼他们 看出他们的内心如何 这我倒是非常阿闷 其实我们生命中的很多经历 我发现他都在炼进我们 应该说炼出来 到底我们的内心真正的状况是什么 而这个浮现呢 当我们知道了 我们也要去面对啊 很多时候环境熬炼出来 我们的可能个性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对神的态度 对人的态度 对自己的态度 想法等等等等等等的很多的浮现 我们也要去面对 我们才能够终结这种旷野之旅 我个人真的看到是这样 旷野是炼出来 熬炼出来 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内心如何 但是看出来之后 我们必须要能够去面对 怎么面对 很真实的到上帝的面前去面对 也就是要把上帝的想法 代替我们原本的想法 上帝的心意代替我们的心意 就好像摩西他被呼召的时候 他愿意回应上帝 回应上帝的意思是 那时候的他是听命于上帝 不是像年轻的时候 在皇宫的时候 他做很多的事情 都是凭着自己的血气 凭着自己的自以为是 自以为意 自以为能 所以我发现这个就是 年轻的时候的摩西 跟年长了以后的摩西 跟一刚开始靠着自己的血气 觉得自己能做些什么 去服侍上帝 跟后来被磨了又磨 这样子的一个摩西 他最后回应上帝再出来 去承接上帝给他的使命 肯定当时 这样的摩西 年长之后的摩西 是不一样了 就像我觉得现在的我 真的跟以前 跟年轻的时候 也是不一样了 我觉得 这个就是上帝的工作 一切的都是要用属灵的 来代替属血气的 因为属肉体的人 是没有办法讨身喜悦的 所以 不管你现在年龄是什么 也不一定是说年长的人 就一定比较不属血气 有的人穷其一生 还是一直活在血气里面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态度的 转换问题 跟年龄不绝对有关系 当然若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就能够懂得上帝做工的方式 就是我们一定要用属灵的 去代替属血气的 能够顺服圣灵 胜过顺服肉体 我们如果 甚至我觉得这些从小都可以训练的 就是不是纵容自己 很多都是肉体 或者世界的反应的话 其实就会养成一种对的习惯 我发现这一切都是一个思考模式的转换 还有对事情发生的时候 对人说的话 自己心里的话 神的话 这些取舍 我发现其实是可以训练的 所以我自己的这些种种 好像绕行旷野的痛苦呢 就感谢主 在我 在我女儿的时候 他现在还小 我也不知道以后他会怎么样 但是至少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 他可以不用再像我一样 以前一样的走弯路 那不管怎么样 感谢主 能够 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分享 那所以呢 我再次要向上帝献上感恩 那同时呢 我也相信 我们当中 有一些人 或许你也跟我一样 可能你也年过半百了 那也许你还很年轻 也许你比我还要年长 不管怎么样 在上帝 就像迦勒一样 他说他什么 那时候我已经年纪很大 他仍然说什么 我跟年轻的时候一样 我的日子如何 力量还是如何 不管怎么样 只要我们的心转向上帝 我们仍然能够完成上帝 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 所以我也鼓励 我们当中有些人 就算你已经有点年纪了 不要小看 当然那个是提摩泰 都说不要小看他年轻 但是一样 我们不要小看我们年长 我们仍然能够去完成上帝 要我们做的事 或许现在爱于你的体力 各方面 你可能自己觉得 自己能做的不多 但是我非常感谢主的是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祷告啊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寻求主啊 是不是 在圣经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带导者 他们也是 好像就是一个 就是终日做 就只有带导 那我相信 至少你都可以做个带导者 所以让我们 一起来回应上帝 不管我们年幼或年长 我们都能够 我们都能够 像圣经讲的神的旨意是什么呢 常常常喜乐 不住祷告 这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 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哇 每次念这节经文 我都超开心的 因为原来我们每一个人 你不用是大牧师 不用是 这个大使徒 大先知 也不用是怎么样 功成名就的人 你都可以 你都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 只要你每一天 只要我每一天都常常喜乐 不住祷告 凡事谢恩 我就是在行神的旨意 阿们 是不是超赞的 所以不用想的太复杂 你跟我 不管是 今天 或者明天 或者未来 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 原来我们都可以来遵行神的旨意呀 是不是很棒啊 所以我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我们都来遵行神的旨意 就是这么三件事 常常喜乐 不住祷告 凡事谢恩 阿们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祷告 不住祷告 那我也要鼓励我们 今天呢 主要想要为这个 泌尿系统 疾病的人来带导 那 我知道如果有泌尿系统疾病的 当然要看是哪一种 但是呢 当中有一些人 可能你还常常需要去回诊 那我就突然想到说 其实我们看病的时候 有些慢性病 我们常常需要去回诊 就是可能重新去拿药 或者做一些新的诊断 或者怎么样 我们就是会陆陆续续的去回诊 我就有想到说 我们也要常常到这个 最大的医生是谁啊 就是耶稣基督 到上帝面前 我们也要常常到他面前去回诊啊 所以我鼓励你 不光是说 你常常要去医院去回诊 我也鼓励你 要常常去找上帝 常常到上帝的面前来回诊 他是我们最大的医生 我们在求他医治的时候 我们不要灰心 有时候我们的病不一定是 我们一祷告马上就好 有的人可能是 可是有很多的人 他是可能祷告一阵子之后 他越来越好 也可能祷告一阵子之后 他突然间好 重点就是我们要常常到上帝面前去回诊 我发现只要我们到上帝面前 圣经说什么 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我们到他的面前 我们就可以领受那满足的喜乐 喜乐的心就是良药 所以呢 当我们常常有喜乐 我们的身体也一定是越来越好的 然后呢 在神的神的这个光线有医治的大能 我们常常来亲近他 圣经说什么 我们亲近他 他就亲近我们 所以这非常清楚的 我们要采取一个主动 上帝看中我们的自由意志 你有没有心要去找上帝 你常常去找上帝 这个对我们是有非常关键性的影响 因为说真的啦 不是每一个人 也不是很多人 是像扫罗那样的经历 他是一个迫害耶稣的人 可是耶稣却在大马色的路上 哇就大光照耀超自然的来影响他 这些不是坦白讲 圣经里面是有 但是很多的时候 是你愿不愿意到上帝的面前 也就是当我们越多愿意降服我们的意志 去寻求上帝 就像我刚刚讲那节经文 我们亲近上帝 他就亲近我们 所以我们要常常愿意 乐意的去亲近上帝 让上帝就来亲近我们 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领受 从他面前来的喜乐 他从他而来的平安 从他而来的应许 从他而来的恩典 从他而来的医治 从他而来的释放 这些就会来临到我们个人的生命 所以我鼓励你不要只是常常回诊 去看你的病 也要常常到这个最大的医生 耶和华拉法这位上帝面前来回诊 让他来医治我们 让他给给新的药 让他给新的喜乐 让我们身体再次的得着医治 再次的得着力量 所以到上帝的面前回诊吧 让我们常常来找他 阿们 好 所以希望呢 你不是只是今天来听一下祷告 觉得被祷告就好了 我鼓励你呢 要常常到上帝的面前来回诊 那你呢 最简单的方法呢 你就可以重复的放这个影片 就跟着祷告 或者就是在那边享受这样我们的一起的带导 就是到上帝的面前 让上帝 透过这些祷告 能够来触摸你 来医治你 来给你喜乐的药 给你医治的药 是吗 感谢主 那 所以我鼓励你能够经常信的 当你 记得你要去拿药的时候呢 请你就记得赶快再放出来 祷告 真的 我鼓励你 我相信 不断的 不断的 你一定会身体越来越强壮 我相信圣灵 要透过我们一起的祷告 要来触摸你 医治你 释放你 阿们 连我自己也是在每次带导里面 我都觉得我的身体越来越强壮 越来越有力气 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同在奇妙的地方 而且哦 你知道上帝的同在还有一个奇妙之处 我们知道约会呢 我们为什么要常到上帝面前 在旧约里面有讲到 这个约会呢 有一阵子 不是被放到以东家吗 这个以东他其实是个外邦人 你看在旧约他是个外邦人 只因为约会被放到他家 他 圣经就说他就大大蒙福 他跟他一家就大大蒙福 所以我们要在 我们的家里面有上帝的约会 就是上帝的同在 这实在是一个蒙福的最根本 或者应该说蒙福的钥匙 其实就只有这个 就是常常让我们 我们已经是圣灵的点了 但我们常常的来敬拜他 就是让他的同在 约会 这个圣恩座就在我们的里面 然后我们这个人 在家里面 经常性的敬拜 经常性的祷告 这就是让约会 摆在我们的家里面 或许你的家人还没信主 没有关系 你就是那个约会呀 你就在你的家 就成为那个约会 当你这个约会 经常性有上帝的同在 荣耀降临的时候 你的全家都要因为你而蒙福啊 在旧约的时候是这样 在新约的时候 更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要成为 这个约会上帝同在的居所 我发现真是奇妙 你不要轻看这 这是真实的 所以更多的渴慕上帝 更多的爱慕他 更多的敬拜他 更多的赞美他 更多的感谢他 更多的呼求他 有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怎么样 祷告没有关系 你不需要有华丽的迟早 你只需要从你的心里面来呼求他 哦耶稣啊 耶稣我感谢你 我赞美你 我谢谢你 我爱慕你 圣灵啊 我感谢你 天父啊 我赞美你 我感谢你 创造了我 就是呼求他们 呼求这三位一体的真神 当我们呼求他 他就应允我们 他就会来 呼求主明的救 必得救 阿们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亲爱天父上帝 我们奉耶稣 就要圣明来到 很深的宝座面前 我要为我们当中 所有 有泌尿系统 疾病的人来带导 谢谢你 医治 谢谢你 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 谢谢你 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 谢谢你 赦免我们当中 所有的人的罪孽 也谢谢你 医治我们当中 所有的人的疾病 在我们当中 任何的慢性的肾脏病 肾脏的发炎 肾的结石 或者是多囊性的肾病 还有肾衰竭 洗肾的 然后我们当中 有这个漏尿的 贫尿的 我们当中所有 有膀胱发炎的 膀胱癌症的 膀胱发炎的 有膀胱结石的 或者我们当中 所有有着 摄护腺肥大的问题的 或者摄护腺癌的 主啊 我们都带到 你神的宝座面前 求你来 医治释放我们当中 所有这一切的疾病 要离开我们 离开我们 离开我们当中 所有受苦的人 谢谢你 发命医治我们 主啊 你伸出你大能的手 来触摸医治 我感谢赞美你 也医治我们当中 所有尿道感染的 尿道结石的 尿湿尽的人 尿毒症的 主啊 你都来医治 谢谢你 你都来释放 我谢谢你 谢谢你 因为你 因你受的边上 我们得医治 谢谢你 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 是的 在人有所不能 在你凡事都能 我们奉耶稣 就圣明 破除 砍断 我们当中 所有这些病 导致这些病的 所有的救主 所有仇敌的工作 我们都奉耶稣 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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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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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身上的脚链 我们身上的锁链 手上的脚铐 肩头的重担 哦 谢谢主 我们奉耶稣 吩咐 我们的身体健壮起来 所有的组织 都要被医治 所有的细胞 所有的DNA 都要得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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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脏 得医治 肾脏 得医治 肾脏 得医治 膀胱 得医治 膀胱 得医治 膀胱 得医治 射护腺 得医治 射护腺 得医治 射护腺 得医治 尿道 得医治 尿道 得医治 当中所有的结石 不管是肾结石 膀胱结石 射到结石 所有的结石都消失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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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耶稣的名消失 谢谢主 所有的发言离开 离开 离开我们当中 所有的人的肾 膀胱 膀胱 射护腺 跟尿道 所有的发言 都离开 所有的功能 要被恢复 肾脏的功能 要被恢复 膀胱的功能 要被恢复 射护腺的功能 要被恢复 尿道的功能 要被恢复 所有的功能 低下 退 退去 这个老化 都要退去 所有的衰竭 奉耶稣的名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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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的衰竭 出去 膀胱无力 滚 奉耶稣的膀胱 无力 离开 奉耶稣的名 主啊 使我们当中 所有的人的肾 膀胱 社会线 或者是尿道 都要如阴 返老 还童 有健康的肾脏 健康的膀胱 健康的社会线 健康的尿道 谢谢主 谢谢主 圣之主啊 你超自然的 创造性的神迹 要发生在我们当中 我们当中 有新的肾脏 你给我们新的肾脏 谢谢你 给我们新的膀胱 我们谢谢你 给我们新的社会线 我们谢谢你 给我们当中 一些需要的人 有新的社会线 有新的尿道 完全健康的尿道 健康的社会线 健康的膀胱 健康的圣 谢谢主 我们领受 谢谢主 超自然的神迹 也要发生在我们当中 谢谢你 谢谢主 休息 我注意 我主 crow 师 帮我们众人 所有 受苦 所有的疾病 我们都奉 耶稣的名 要吩咐他们 完全地离开 因为你说 耶稣你说 你来 是要除灭一切 恶者的作为 谢谢你已经来了 我们奉 耶稣的名 要除灭一切 疾病的作为 疾病在我们身上 所有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 都要奉耶稣的兵 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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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耶稣命令你离开 离开我们 离开我们当中所有的人 疾病虚弱的灵出去 疾病虚弱发炎的灵出去 癌症的灵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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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虚弱 膀胱癌得一致 社乎腺癌得一致 胜衰竭得一致 尿毒症得一致 疯医师的名 肉尿得一致 瓶尿得一致 社乎腺肥大得一致 尿道感染得一致 尿道结石得一致 尿湿尽得一致 慢性的胜衰竭 慢性的肾脏病得一致 胜结石得一致 多囊性的肾病得一致 哈利路亚 谢谢主 继续 歌词 回答 回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凤亿色的名字 欠他 凤亿色的名字 欠他 凤亿色的名字 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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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没有什么可以害我们的 没有什么可以害我们的 没有 没有什么能够害我们的 一直是我们的 释放是我们的 是的 叫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的大能 要彰显在我们的身上 叫我们所有老化 僵化 退化 器官都要活过来 YES 我复活的大能 彰显在我们身上 彰显在我们的肾 彰显在我们的肾 是我们的肾 彰显在我们的肾 一样再教一顿 就来说彰显在我们的肾 啊 啊 superintendent 已经滋涼了 他之前都没有做一个 醋 消失消失 アイシファウ消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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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雨水的風消失 Yes Hallelujah 我們當作有寫靈會開始感覺有力氣 アイシファウ力量 軟弱的靈已經離開你了 虛弱的靈離開你了 發言 アイシファウ已經離開了 Hallelujah 老话讲话退话离开了 当我们到上天面前等候他的时候 还应许我们要如因展示伤头 如因烦恼还头 yes 等候他 我们当中 有些人非常的失望 对自己的健康 非常失望 灰心的我奉耶稣释放你 优闷的灵 沮丧灰心 失望的灵 我奉耶稣制着离开他们 我奉耶稣将他们的心意夺回 使他们顺服 祈祷 祝阿圣将你的平安喜乐充满他们 感谢你 盼望夹在他们的里面 知道在人有所不能在 你凡事都能 你依止我们一切的疾病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得一致的 谢谢你赞美你啊 祝阿圣在我们当中 兴起许多的珈乐兰 虽然你今年场 仍然对你的信心不减 仍然体力不减 谢谢你 土口 屁股 缩口 雷咖 水 吉河 也兴起我们当中很多人 要成为敌波啦 哦一个代导者 我们在在凡事中 咖啡 费 人家 ah 他 灭 但是 想 你 麻辣 人家 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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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奉誼順便施責這些謊言 敗壞這些謊言 奉誼順便施放我們當中 很多人脫離一切的焦慮 憂慮 煩孩子啊 煩孫子啊 這些思想我都奉誼順便 敗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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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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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誼順便施責我們當中 有些人自憐 覺得自己老人沒用的思想 奉誼是白壞 奉誼是施責 奉誼是釋放你 脫離這些謊言 奉誼誼誼誼只要活著 你就是有益處的 奉誼順便是有用的 因為 我們都是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 当你想要自卑自脸的时候 觉得孩子都不理你的时候 到上帝面前吧 不要觉得自己也不知道能做什么 你能够的你能够祷告 你能够亲祈祖 你能够请拜祂呀 你能够成为你家的约会呀 哈哈 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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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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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Ame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